字幕提供 好 我們回來上樓公 是的 今天桌上很多東西 桌上很多東西 但我們第一時間看到這本 我有新書看 Thomas 你的大作 我知道你完成了 也很辛苦才完成 是的 你知不知道 出本書 原本想著是12月Christmas 很久之前已經說出了 寫稿 終於編輯說對不起 不夠了道 不給出 想著 在Christmas 假期終於找自己在家寫稿 好像小時候要騰文寫 又要改 寫完 想著一月初可以出得到 誰知道編輯姐姐都說不行 還是未夠班 還不給出 最終農曆新年之前那幾天 就趕起所有稿農曆新年之前 就丟了回去印刷箱 剛剛出版 廣告吧 本書講甚麼呢 就是我上流力的續集 上流力就是跟大家說要奮發向上 我們也有些嘉賓都在上流力抽了出來 是的 經過一年的經驗 將其中一個主線再講多些 就是怎樣去講人脈和人際相交 怎樣可以令到人喜歡你呢 這就是這本書的最主線 當中大家如果有看我們上流公落 都會見到很多熟悉的人物 例如明威 例如Jonathan 即所有粉法向上的人物 我都在當中寫了 我想廣告買完了 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 看完那本書 還發覺打發課 為甚麼突然好像 有這麼多靈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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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發生甚麼事呢 還有一些蝴蝶 是的 我們今天的嘉賓 對不起 可不可以拿到 這裡好像鏡頭遮了 一見 哇 粉紅色的iPad 是吧 沒用錯 是iPad 都是很漂亮的 是的 不如讓我們嘉賓Pandora 介紹一下自己 好嗎 你好 我是Pandora 跟我們聊天就可以了 不用這麼緊張 我現在自己開了一個牌子 製造一系列的鞋 主要是製造婚禮服 之前其實自己一直都是讀設計 都是讀poly設計 一心都是想製造鞋 出來之後第一份工作 找了都是製造鞋的設計 那時候就做了半年左右 之後都再轉工之後 去回一些大型的公司 但你講解一下 你入入 為何當初讀poly設計 很多人都是讀poly設計 我認識很多朋友 讀poly設計出來 他們有讀poly設計 但為何你會鑽研去鞋 而又讓你 我不知道一畢業後 他又會聘請你 但你之前做的公司 其實是可以說名的 我覺得是 大家才有些共鳴 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之前做的應該是IT 都做過幾年 但當初你為何會選擇鞋的感覺 或讀讀設計 其實一開始進去 是一心想讀poly設計 但其實我不是很懂車衣 第一個項目都把手指引爆了 而且我又覺得 未去到很喜歡 讀下的時候就知道 不是很喜歡 中間其實鞋子 只是其中一科 就是一個科目 我就剔了這科 那時候就覺得 真的很好玩 不知為何 其實你有成就感 你就自然覺得很好玩 當然也拿了好的成績 那時候有一個 警察也鼓勵我 其實這行就比較少人競分 冷門 如果你有興趣 覺得你的東西都不錯 你可以嘗試進入這行 我想他其實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 但結果我都真的喜歡 其實最後一科目 其實不是很多女生喜歡鞋子嗎 我經常覺得 對 其實很多人都是鞋子 腳只有一雙 因為我們讀書很奇怪 你讀製造設計 多數就是玩具 家品 電器 那些 但是你說 去到時裝設計 一定是衣服 我那時候 就處於自己 其實是一個很尷尬的境界 因為我 我就 不想讀 斜衣 即是讀時裝設計 就想讀 我選了製造設計 因為其他那些 不知什麼 我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但讀製造設計 又真的很不喜歡 每天都在工場上 抖木 刨畫風 即是做一些玩具 那些樣子 又很不喜歡 中間其實就 創了一個 時裝設計 就是鞋子 讀完之後 就覺得 其實真的可以 我就是喜歡這件事 就知道了自己 因為 我畢業都是 製造設計 去畢業 因為我的5月項目 也就是做這件事 那 讀完之後 其實就一心 都要找做鞋子的設計 那時候 那時候 香港有什麼呢 鞋子的設計 其實呢 是真的好少 是少得很離譜 因為 有哪幾間呢 你可以講解一下 你來來去去聽 一來就是IT 一來就是Ciccato 一來就是Giant Peace 就是幾間大型的Train store 還有很多一些叫做Trading仔的公司 那我一畢業 其實就是入了一間Trading仔 做了幾個月 因為那時候 就一心要入行 我就不理了 其實很低工資 就是最低工資 這樣去進去做 沒有想過 人工還是怎樣 我覺得怎樣也要有一個經驗 老闆一開始就說 OK啦 請你 我OK 那我翌日就上班 然後做了幾個月之後 就開始 你一有經驗 其實你就算去任何一些公司 即是幫你找工作的公司 就立刻會 我有一份Fullware的工作 你想想看 是不是Head Hunt那些呢 是的 那一類 那麼快已經有 會的 到現在這一刻 就算自己出來做 都一有Fullware的工作 就會立刻找 其實是一個 很冷滿得來小人做的 其實我覺得這樣才好 如果有公司 要找做鞋設計 我想 倒轉來說 他的選擇又不多 他選擇又不多 他找就自然會想到你 不如問一下 其實鞋都分很多款 對於我來說 女士最迷戀的 當然是高跟鞋 都是 即是Jimmy Choo 由一對這樣的鞋 做到全球的知名品牌 我們普通的 對於我來說 不如波鞋 無論是Adidas Coverse 或者Nike 都很多這樣的鞋款 你有沒有 我看這些 你有沒有說 其實是哪一種專門 或者每一種有甚麼巧妙 我一開始做 都是做高跟鞋 始終都是女士必備 都是女士 但是入了去IT之後 其實就主要 反而是做一類 一系列的 好像這些叫Slicka 即是一些 帆帽鞋 即是Converse 那樣的Style 的鞋 未去到波鞋 或者是一些BellaWina 就是一些平底鞋 即是當時分了很多條線 我一開始是做Casual 就是做這類型的 即是男女都可以穿的 男女都可以穿的 不過我們主要做女裝 當然是很Fancy 都是用了豬片 Patch 很多不同的物料 在上面 閃靈靈靈 這些其實是少的 因為想對假設 很震撼 很震撼 我說少量做這類型 那麼Fancy 因為現在這些是我的 結婚衣服 都是穿一些平常人 會穿的 或者OL上班 那時候就做了一系列 這些 但它印上去的品牌 不是印什麼的 其實它裏面有幾個 都是自家品牌 它有印刷 當然真的有些貴的 我只認識印刷 我不太知道 其實它整個公司裏面 會有很多不同的 這些自家品牌 稱為 可能會買別人的品牌 回來自己設定 亦有自己製造一個品牌 出來製造 那時候 鞋部裏面 其實是擁有 起碼五至六個品牌 是自己的 當中 其實整個鞋 進去IT裏面 可能有十幾二十個品牌 可能有五至六個 是我們自己的 這部分是最好賣 最賺錢的 就是INPO那些 其實是要你衝刷一下場面 證明有少少貴的 即是賣別人的東西 始終都是賺錢 自己賣 即是你製造一張大牌子的價錢 對 我看著它都很好賣 很好賺 是的 其實你認為高跟鞋好賣 其實本身自家鞋是最好賣的 那 高跟鞋買得貴 是 因為每一個人 其實都會有一些自家鞋 即是高跟鞋要來上班 當然他們都會買 即是很上班的款式都會買 但你說去到平時的平底鞋 那些球鞋類的 其實最好賣的款式都是那些 那 亦都是在那裏都學了不同種類的東西 亦都要去認識很多不同種類的鞋 怎樣去設計 怎樣用料 但一開始你都說了 即是你是IT的設計師 那你怎樣 都沒得你從小做起嗎 我真的從小做起 那怎樣可以從小 即是街體是怎樣 我完全不理解這個 其實都有機緣 即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才能上去 那我本身都是由一個妹妹這樣捐進去 就是做一個助理設計師 那 都做了一段時間 剛好樓上的設計師就走了 就有一個位置 都是一來就難請一個真正的全裝設計師過來 叫過來 臨時臨急 那你又在裏面做了一段日子 那他自然就會升你上去 那 那 當時是一個挺大的嘗試 始終你不知道要做些甚麼 其實 不過說真的沒有甚麼分別 你做甚麼級數其實都是一樣的 但工資很大分別 那一定要有一點 其實我經常覺得 那些人經常問你為甚麼做到今天這一步 其實很多事都不是你自己計劃 你只不過在當日 你有機會你要去慢壓 有機會你把握 但當日你總之每天上班都是做好自己做的事 我都很記得那時阿姐走 然後我還有另外一個都是 那時的支援設計師 亦都要一起升上去做的這個位置 那時進去 HR進去 你有沒有信心做 我答他我一定有的 我都會直接回答我 我做開我也知道要做些甚麼 我都想有這個機會 然後隨即就真的會升上去做那個位置 大家都一起升的 不過開始就分拆出了 大家每人管幾個牌子 我那時都 我覺得做一份工作來說 尤其是你小 你沒有經驗或者有一個機會給到你 你只可以去做 你用盡你所有的能力去達到目標也好 或者怎樣也好 用他們傳統的說法就是 不要那麼計價不要拍攝底 真的不可以拍攝 你不可以想你人工多少 你除自己的時薪 可能我低個麥當勞 對 有很多人都說 我得那麼少人工 不如減少工時 或者減少心機 或者早些收工 但是你沒有辦法收工 有時你有很多事情要做的時候 你就不要想這些 如果你完成一件事 出來很賣 其實你自己很開心 你會有一個目標 經常都想 自己的品牌大賣 自己的設計大賣 其實一季可能要做百多個款 每個款可能要配三至四個顏色出來 其實可能一季三個月內 你就要出四百多五百個款出來 其實你想想每天都會做 即每一次開完會 一定是由早上做開到最尾 然後開完尾 你翌日就要立即交 所以你那晚一定是留在這裏做 即是不停在那裏改 我那些鞋經常在那裏剪 砌 砌 癡 你那裏得意 即是像一個外行人 即是完全沒聽過那些鞋 是的 我經常都 整枱你都會被鞋圍著 全部都被我 即是隨手就剪起了 那個鞋口要淺一點 然後那隻蝴蝶不是這樣的 就自己砌 可能這樣而因此 懂得怎樣砌 即是 講到現在 可能大家觀眾都未知道 其實Pandora 現在自己已經是創業的老闆 是 因為剛才好像都說她打工 其實這些就是她的製程品 或者她的寶寶 是 Pandora 不如你講一下 你怎會從一個打工 可以變成一個自己創業 其實我想對很多設計師來說 你要有一個自己的牌子 是真是你人生的夢想 即是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做 或者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去做 或者有沒有這樣的錢 都是看你自己覺得好不好 我創業其實說真的 是幾千元的事 即是可能你一個月 你玩少幾遲 吃少幾餐 那就已經可以 幾千元的創業故事 很多人是廢話 每個人都覺得 現在每個人都覺得 沒有幾億就創業 很符 很符 本身我自己 都是做了很久的IT 那時候就有個機會 是我朋友一路做網絡 網絡 即是她自己寫網絡 然後自己去 入些東西回來買賣 然後我看著她的成功很好 那時候見到她的公司成績很好 她也有邀請我 不如你一齊進來玩吧 其實這間公司是做甚麼的 他們做iPhone Apple產品 這個也是 即是這個學 這個也是 完全跟鞋子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我直接轉行 轉了感覺 其實我的心是想著 你做一個製作的東西 你配合任何東西 你認識了運作的過程 其實是一樣的 你只是製作不同了 你用的技巧 或者你要 例如出個板單 或者你做一雙鞋 和做這個面 其實是一樣的 你都是用這個物料 那麼 膽粗粗 試一下吧 因為我很想學她那種的 商業模式 當然他們教了我很多東西 亦到中間其實有一個機會 我有一個朋友 就出了來做一個 婚禮計劃 他以前做 都是做這項 那時候 他就接到有少少詢問 就說 其實我有些客人都問 哪裏有些鞋子漂亮 你經常都說想做 你有沒有興趣 搞一個品牌出來 就嘗試聯絡以前 自己聯絡的鞋子工廠 都有少少 其實他們一定是說支援的 你有生意給我 一定支援 我說很少 我打算做訂造 是否可以 都是說可以 都是認識了很多年 然後 那時候 其實由決定到 我真正做一件事出來 我想兩個禮拜左右 做就做 一天上到工廠 拍攝所有鞋子 然後拿回來自己 用照片砌了很多款 但同時你是在做 打工的 都是做 但是放工 你就做一下這些事情 那時候 其實不懂寫網站 但現在我真的有一個網站 真的自己寫出來 其實你要寫網站 其實可以很容易 坊間有很多 像罐頭的形式 其實是等於你 好像Pow Pong去做 那你 我一直都懂得 即是打了網站 放一些鞋子 你之前砌的Photoshop 模擬的照片 或者自己買了幾個 Congress 不停砌 拍照之後 就拆了它 然後再拍 我一開始 就是打算做 波鞋旅行 即是變形金工 我自己的心願 自己提供自己的照片 我覺得 做設計也是 你一定要把你喜歡的東西做出來 別人才會喜歡 別人才會喜歡 你自己不喜歡的東西 別人不會喜歡 那去到 我就是覺得 我結婚了 我真的不喜歡穿高跟鞋 我自己本身做很多高跟� 但是我不穿 我會穿Converse 但是 亦都做姊妹那時候 經歷過很辛苦 你穿著一對 三寸高跟鞋走一天 那我那時候就想 如果我可以穿波鞋 我那時候有偷雞穿到波� 就是做姊妹那時候 我會穿Converse 但是 亦都做姊妹那時候 經歷過很辛苦 你穿著一對 三寸高跟鞋走一天 那我那時候就想 如果我可以穿波鞋就好 我那時候有偷雞穿到波鞋 就是做姊妹那時候 那我就覺得 如果有一雙漂亮一點就好 就是 好像 我穿著黑色的Converse 跟我一身很熟女的Gran 不是很搭 有時候會影頭 我那時候就決定要 砌一類這個collection出來 其實當作一個Gimmick 之後我都覺得 其實一個collection 不可以沒有高跟鞋 就是 這是一個很零類的市場 高跟鞋 我就找我的工廠 幫我支援 去做一些相片出來 主要 一開始 其實 就是打著一份工去做 我又覺得 沒有什麼壓力 就當每個月洗少一點 然後拿少許錢 去做一件這樣的事情 你整個網站 其實那種形式 其實要給月費 可能都是幾百元至一千元 你買些相片 這樣砌一砌都不用多少錢 真的幾千元 就開了一個頭出來 其實是由開了網站的另一天 就立即有客人打電話來 都幾緊張 就是打來 你完全不懂得怎樣回答 我想問 你是否有鞋賣 我馬上 呃 其實是假的 也好 之後 他就 不好意思 可能我打錯了 他收了線 然後我想說 不是我真的有 連客人都不懂應對 真的不懂 連電話都是留自己手提電話 之後我就立即打回 是呀 其實我是 其實你是做鞋 他又會問你 你有沒有店 我可不可以上來看 一些相片 是否在香港 說了一大堆東西 那時其實他已經是問 球鞋類的東西 我就跟我的朋友 那時就在想 其實有一個地方好像很重要 鞋也可能要被人試 所以有實物才好 他又很需要一個地方去見客 那時大家一起構思 說真的想夾出來租一個店 但是你都知道 這些租金真是何其之貴 我們不停在這裏看 真的沒有辦法去 任何一間的價錢 其實那時你說租一個地方 還要你沒有裝修 基本上你起碼萬幾元 才有一個豆腐潤 但是偶然一個機會 真是很幸運 我們經過銅鑼灣 就知道有一個地方 也挺好的 我覺得創業人士真的挺好的 是叫Solo Office 其實他裏面甚麼都包 電劫城的位置 即Solo Go 交通又方便 不過他也是豆腐潤 但是幾千元而已 那裏是一個新開的地方 在銅鑼灣 其實他在尖沙咀一直都有 但是銅鑼灣那裏是新開的 我們那時看完 那時一間店舖都未搬進去 之後我覺得 他裏面已經包了水電 幾千元 雖然很小 又是樓上 樓上庫加辦公室 是的 我們覺得 租住先試 試了先 不要想 幾千元後便又再幾千元 都是這樣 都是能付出的 因為仍有打工 對 因為仍有良人出的 基本上都可以的 我們就趕快 兩個星期後便搬進去 一天就決定租了 第二天去Ikea 不是水澳加斯 塞進去後便可以了 其實這個 我聽到 我覺得 都幾是一個哲學 大家經常想創業 怎樣炒老闆 由於破虎神走去做 但是其實這樣 除了你的生意風險 還有你的心 減低你的生意風險 是的 因為你的心定 坦白說 你現在叫做 有搞生意 成功了 當日你拿幾千元出來 如果真是那小小的丁多創業 如果大家例次不行 沒有甚麼所謂 當去自旅行洗了 繼續努力打工 你的心又定些 你一定要不停說服到自己 去過了這一刻 你走那一步 你不可以想太多 想太多 其實有時你會卻步 游而不攜 甚麼都先試試 沒錯 不死得人的東西 輸得起 即是去自日本旅行的代價 是 打了出來 而且以外那一刻 被人叫了應該人工不錯 應該人工不錯 所以就打著工作 你不捨得分工 這個時間有多久 你是打工 有自己的生意 我想其實 一個多兩個月 即是很快就覺得 可以 真的可以 但這個是幾年前 即是現在 即是2009 一年前左右 上年3月左右 即是你一年自己創業了 正式創業了一年 對 很漫長 所以這一年 但是 那時候 我不知道是否選對了 一個很好的行業去做 因為 說真的 我一直做鞋 我沒有信心做得到 很成功的一個牌子 因為實在太多 也都 國內的產品不會很吸引 但是去到婚禮這個行業 始終價錢賣得高 有這樣的需求 每年都有很多人結婚 亦都很少這個市場 但通常結婚 即是一對新人 即是老公又會選鞋 老婆又會選鞋 但通常一個人會選三四對 這樣 一個人怎樣都來 即是我貴少少的價錢 所以他們可能選一對就走光 那麼多樣東西 另外如果老公和來 那時候我男裝都會一起選一對 或者大家要怎樣都要相配 其實我連同我的朋友一起做 他有很多其他的陪套 其實他可能過來選頭飾 見到有鞋就會選鞋 他見到有一套婚紗過來試 他會試試一下又會搶一對鞋 其實都有一連串 如果你只做一對鞋 可能那些人要專門來找你 又難一點點 我們那時候都互相幫助 即是我會幫你宣傳你那邊 你又會幫我宣傳我那邊 其實我也有少不明白 即是你和你的婚禮計劃的朋友合作 所以你一開始已經很專注 是做婚禮的鞋 是的 我一開始就決定做婚禮的 因為我覺得要由 我當然有野心地希望可以做時裝鞋 但其實做婚禮先 我覺得 怎樣都由一個窄的市場走出來 即是你試了你如果可以的 你要做出來 容易過你由大海撈針入回去 我們上半節時間差不多 不過我想我們下半節 一定要再聽Pedora說 即是當中的竅竅 沒有在那隻鞋 像那些趣事 即是很古靈精怪的 即是怎樣可以令鞋大賣呢 好 我們下次回來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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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